就會取得什麼?取得一個F 然後呢這個F也是一個Double 也是一個小數 所以乘除之後 計算之後會有一個小數點的一個華式 那我要把結果塞到什麼呢? T02裡面去的話 那就要做什麼動作呢? 因為你不能夠直接把Double又放進那個 它是一個Test 它是一個String 它只接受String 它不接受Double 所以你要怎麼樣呢? 先把Double的東西強制再轉換為一個String 再放在TestView裡面 所以第三個步驟是什麼? 就是強制轉型 那你會發現呢 一樣 剛剛用Double Value of 現在用什麼? String Value of 然後把這個F放進來 做什麼呢? 轉換型別 轉換為什麼? 轉換為字串 其實這個加碼多說的地方就在這裡 寫VB的話都不用 VBA VBA VBA很厲害 完全不用轉 直接就可以用了 兩三行就搞定 因為VBA比較不嚴謹 所以當然也會有錯誤產生 因為有的時候它搞不清楚 到底是字串還是數字還是什麼 就會產生錯誤了 所以這裡的話是非常嚴謹 然後呢 轉換過去之後的話呢 就取得一個S 對不對? 然後最後怎麼樣呢? 把這個S再把它輸出去 就完成了這個流程 當然如果說你最後希望怎麼樣呢? 把T01裡面的字給清掉的話 因為已經確定了嘛 通常會把T01裡面的這個東西清掉的話 那你最後再寫一行就好了 怎麼樣呢? 就是T01 點什麼呢? SET TEST就可以了 其實你會發現用打的SET T就可以了 T1 XT SET TEST 然後裡面給它什麼? 空置串 然後最後再結束 這樣的話呢 它就是 把裡面的值清掉了 那最後寫完畢之後 就多這一行 如果你要清掉的話 那最後把它SAFE一下 並且怎麼樣呢? 做執行 那請你把模擬器先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呢 再按右鍵 執行為 有沒有 Enjoy Application 這個時候呢 大概再等個幾秒鐘 它就會做 包含就Compire 然後呢包裝成APK檔 幫你丟 透過POR5554 丟到這個地方來 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怎麼 點到這邊 因為它是一個LUMBER 所以底下的鍵盤 會對應到LUMBER 43.5 43.5 點6 OK 點怎麼點不出來 因為它是LUMBER 我剛剛選ADTEST裡面 好像選到LUMBER 沒有小數點的 所以你在ADTEST裡面 有沒有看到LUMBER 底下有小數點的 所以如果你要改的話 你就把它改成有小數點就可以 不然的話 點點不出來 因為它不接受小數點 按確定好了 你看看這個地方 那多一個功能就是 我把它清掉了 那你如果要繼續KEY的話 你就打一個 確定有沒有 就可以反覆反覆的操作了 OK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 簡單的程式 那當然你們可以延伸啦 回去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看看要不要再教 用什麼方式可以讓使用者 華視攝氏可以很方便的切換 也比較不容易產生錯誤的 這種設計方式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我想今天如果你可以 把這個APP寫出來 應該就算不錯了 就OK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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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